當時他讓我們望而卻步 但不管明天會如何 我們都會跑得比他更快 把我們的手伸到更高更遠 然後又是一個晴朗的早晨 於是我們便這樣 揚著船帆迂迴前進逆水行舟 而浪潮奔流不屑 又不停地將我們推回過去 這段開場是出自於法蘭西斯斯考特 費之傑羅的大亨小傳 以大亨小傳的名句 作為這部遊戲的開局 真的是再適合不過了 大家好我是老爹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一款 真正能夠被稱作是電影級的遊戲 重返未來1999 重返未來1999 是主打劃時代新美學的 二次元策略RPG 將英倫風格、復古美學 還有極具電影感的劇本品質 帶入了遊戲中 通過遊戲 玩家不但可以了解歷史 還能夠親身體會 你前所未見的懷舊年代 當然啦 所有的角色裝扮、造型、武器 故事中所出現的場景 NPC的細節 也都比照了該年代的特色 這還只是美術風格而已喔 如果遊戲本體有數值表 那麼重返未來1999 它的劇情點數一定是拉到最滿的 遊戲才全英文配音 復古的風格 搭配一口流利的英文配音 還有充滿電影感的分鏡動畫 光是開全自動聽故事劇本 都會讓你覺得沒有白下載這款遊戲 如果各位看到這裡已經感興趣了 歡迎前往預約遊戲 現在預約還會贈送限定的五星角色 神秘學家 瑪蒂爾達歐 接著讓我來跟大家聊聊 這款遊戲最精彩的劇情內容吧 重返未來1999 故事發生在人類與神秘學家共存的世界中 神秘學家擁有使用幻術或改變物理的特殊能力 因為天生的不同 神秘學家遭到排擠、攻擊 也因此衍生出了兩大組織 聖洛夫基金會 他們是專門收留神秘學家的組織 保護他們、幫助他們 與其對立的組織是重塑之手 他們一心想恢復神秘學家的榮光 認為神秘學家才能夠被當作是真正的人 我們主角將扮演來自聖洛夫基金會 觀測時間、記錄時間的 師臣 維爾丁 在1999年的最後一天 一場暴雨侵蝕了我們所在的年代 除了維爾丁與兩大組織以外 所有人都消失了 時間被推回到的過去、舊的時代 暴雨為何而存在 和聖洛夫基金會與重塑之手 又有什麼關聯呢? 隨著故事 我們會慢慢揭開兩大組織背後的秘密 因為我們不受到暴雨的影響 在暴雨來臨之前 幫助那些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時代的神秘學家 逃離暴雨 成為了我們最重要的任務 維爾丁手上的揮光管石中 會顯示出暴雨即將來臨的剩餘時間 這讓故事劇情更加刺激了 重返未來1999 故事背景雖然是架空世界 但卻以現實世界為基礎打造 故事劇情全都與現實世界的大事件、人文、藝術、特徵有關 例如故事的序章 1966年搖滾倫敦 在1927年 英國政府嚴格的控管了無限電的廣播電台 任何家用收音機、頻道都會強制性的轉播到英國廣播公司 直到美國搖滾樂慢慢的傳入英國 在1958年 一群來自丹麥的商人 創立了莫酷爾電台在公海上播出 漸漸的也越來越多海上電台開始加入 他們被稱為海盜電台 遊戲時間是1966年 正是海盜電台最盛行的時間年代 許多知名的明星DJ 都是這個年代誕生的 遊戲中第一位出現的神秘學家角色 星T正是一位經營海盜電台的DJ 他帶著一隻會說話的蘋果 Mr.Apple登場 通過海盜電台播放著搖滾音樂 說話的方式 還有服裝設計 都很有該年代的感覺呢 說你的名字 你英國政府的賤人 說你的名字 你賤人家賤人家賤人家 你賤人家賤人家賤人家 我們的唇膏都塞了 我們也賤人家 但沒有任何會改變 我們的愛 永遠的自由 哇 聽了配音 彷彿是在看一部經典電影 暴雨來臨 星T的帽子 眼鏡全都散落一地 短頭髮搭配楚楚可憐的眼神 很難讓人不喜歡上這個角色呢 不只是造型 身為海盜電台DJ的星T 是唱片如命的性格 也是可愛到不行 經過了暴雨的沖洗 時間回到了1929年2月14日 遊戲的第一章 基金會指派我們全新的任務 營救即將被人類黑幫謀殺的神秘學家 這起事件是著名的情人節大屠殺 由義大利黑幫艾爾卡鵬 所領導的爭奪地盤的衝突 艾爾卡鵬是義大利的美國移民 也是最著名的 芝加哥犯罪組織首領 年輕時 曾通過許多暴力手段 取得了黑白兩道的信任 雖然干盡壞事 卻也時常向弱勢機構捐贈 擁有良好的名聲 還曾經一度被稱為現代羅賓漢 當然啦 那都是發生在情人節大屠殺之前 這場著名的屠殺案件 艾爾卡鵬命令手下 殺死了7名男性 他也因此 成為了當時政府頭號的公敵 遊戲 將這起重大的黑幫事件 融入在劇情 改變成了幫派 殘忍殺害神秘學家 需要玩家前往營救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 當我們進入了案發現場 打倒的幾個罪漢 會在他們的口袋裡 發現幼齒和兒童的斷子 這是在神秘學界 所流通的貨幣 雖然只是文字闡述 但這一段內容啊 完整的演示出了 1929年 種族歧視善行的年代 有多麼的黑暗 在這個章節 登場的角色 斯奈德 也相當符合這個年代的設計呢 1920年 美國賦予了女性投票權利 讓女性在穿搭上 也更加自由了 裸露與寬鬆 是這個年代 最流行的服裝風格了 當時的女性 無時無刻 都穿著紙筒洋裝 外面 會搭著一件長版外套 各位仔細看斯奈德 她的穿著 髮型 甚至連動作姿勢 都完全符合1920年代的風格 招牌的珍珠項鍊 也沒有漏掉 放上對比圖啊 真的可以看出 遊戲設計上的用心呢 手裡拿著槍 也呈現出了 該年代的黑幫貴婦 太適合了 然而這段時間 還不只有情人皆屠殺 這段可怕的歷史而已 隨著故事劇情 我們來到了第七章節 一座毫無生計的森林 出現在我們眼前 這是發生在1910年 美國的森林大火 這場火災 影響範圍巨大 許多城鎮 都在這場火災中 完全毀滅了 遊戲 同樣把這起大事件 帶入了劇情中 再來 就是證券狂歡 1929年 10月28日 美國股市大崩盤 後續的效應 引發了長達10年的經濟大蕭條 被稱作是黑色星期一的這一天 直到現在 依舊是許多人們 心中的痛 遊戲 在第13章節中 呈現出來了 唐琴走勢圖了吧 今天不是愚人節啊 為什麼開始跌停了 可惡 剛剛應該賣掉的 我的房子 我的一切 把我的錢還來啊 我沒有錢了 當代所發生的悲劇 人民的緊張 情緒的動盪 我們全部都能通過遊戲 來深深體會到 哇 太慘了 以架空世界 來還原現實世界的悲劇 絕對是這款遊戲 最大的賣點 而精彩的劇情 還不只有還原現實而已哦 原創故事也寫得很棒 這裡 稍微喝劇透故事內容了 不想被劇透的朋友們 可以迴避哦 聖洛夫基金會與從屬之手 到底哪一個組織值得信任呢 從第二章開始 就會讓我們產生動搖了 威爾丁 雖然是聖洛夫基金會的師承 但他也發現了這個組織 最黑暗的一面 基金會 每年都會從世界各地 挑選優秀的兒童神秘學人才 從孤兒院 少年訓誡所 監獄 甚至街角 威爾丁 也是這樣加入基金會的 但 就在暴雨開始的那一天 1999年的最後一天 威爾丁 見到了自己的母親 什麼 原來你有老嗎 在威爾丁的記憶裡 看見了一張實驗的病床 有許多醫護人員圍繞著他的母親 僅有這個畫面的記憶 還是不足以確認真相 威爾丁到處詢問關於母親的下落 得知的卻全都是 草乎此人的回應 他深信 自己追求的真相 一定就藏在1999年的最後一天裡 這就是為什麼 這款遊戲的名稱 被稱為 重返未來1999 被困在過去的他 想回到未來 尋求真相 如果 要我選擇一個 本作品中最喜歡的角色 最喜歡的故事 我一定選擇是奈德 我是很難得喜歡這種併交角色的喔 每次 昏昏沉沉的開槍 他所呈現出來的表情 彷彿都告訴著我們 身在這個年代的人 有多麼的無奈 他因為自己的姊姊 而被迫接受了重塑自首的命令 看見姊姊 瑪麗安 遭受虐待 吞了過多的土爭機 神志不清 最後 選擇倒戈 到我們玩家這一邊 這段過程 真的非常令人難過呢 故事 來到了第二章 當維爾丁面對重塑自首的首領 阿爾卡納的時候 絕對是最最最刺激的一段 我們必須回答三個問題 如果答案不是他所滿意的 在一旁的斯奈德就會遭受攻擊 第一個問題是 基金會創造暴雨的目的是什麼 什麼? 基金會創造暴雨怎麼可能呢? 暴雨不是重塑自首的陰謀嗎? 第二個問題是 基金會是否用神秘學家的遺孤 來做人體實驗 這個答案是肯定的 基金會到處尋找 對暴雨免疫的神秘學家 而我們主角維爾丁就是唯一一個成功通過的實驗體 唯一一個免疫暴雨的實驗體 第三個問題是 你所見到的神秘學家都過得如何呢? 簡單的三個問題 就能夠完全擾亂玩家的想法 暴雨的真相是什麼? 基金會真的是慈善機構嗎? 他們隱藏了什麼樣的秘密? 劇情從第二章開始 整個就毛骨悚然起來了 讓我們追尋的真相更加撲朔迷離 故事介紹的差不多了 接著讓我們來聊聊 重返未來1999的戰鬥玩法吧 重返未來1999才回合制的卡牌戰鬥 每個角色都具備著兩張咒語卡片 還有一張儀式卡片 每回合我們都可以消耗行動次數 來釋放咒語卡片 行動次數取決於角色的數量 能夠上場的角色有三個 能夠行動的次數就有三次 除了一般使用的咒語 我們也可以通過移動咒語 來讓咒語升級 發揮更強大的效果 但要注意的是哦 移動咒語也是需要扣除行動次數的 而每個角色身上還有激情點數 使用咒語 移動咒語 提升咒語都會累積角色的激情點數 當激情點數滿了 就可以使用儀式卡片 也就是角色的絕招咒語 當然啦 這款遊戲也有所謂的屬性相克 在遊戲中被稱為是靈感 靈感一共存在六種 獸、目、心、炎、互相克制 最後是靈跟智 也彼此克制 如果發生靈感克制 可以提高30%的造成傷害 因為回合的隨機性很高 行動次數也有限 所以每一隻玩家要釋放咒語 都必須謹慎思考 這回合要移動咒語來升級 還是要選定角色 來打出克制效果呢? 還有喔 咒語所附加的效果 也要看清楚 長按卡片 就可以看到咒語附帶的效果了 例如 十四航師 他的咒語 就可以阻斷對手的攻擊 巧妙的運用的話 可以讓對手完全無法攻擊 聽起來很複雜對吧 但其實也還好 多打幾次很快就上手了 而且 重返未來1999 還有很貼心的新手教學服務 在其他的遊戲中 新手教學可能是選擇性的 但再重返未來1999 新手教學是必要的 完成每一次 教學中交代你的任務 才可以繼續進行接下來的故事 好了 了解完遊戲玩法了 接著 讓我來介紹一下 遊戲中的角色吧 這是個神秘學家 與人類共存的架空世界 在這個世界中 可不只有這兩種種種族而已喔 來讓我一一介紹 首先 當然是來自世界各地 各種不同時間的神秘學家 除了遊戲中的劇情角色以外 神秘學家 還有很多有趣的角色 例如這一位 大家一定都認識的 瑪莉蓮 Hello dear Do I still have to tell you my name Or sign my name first 每個神秘學家 都有不同的能力 和故事背景 通過文化背景 我們就可以了解他們的故事 和考據 除了神秘學家以外 還有神秘學家混種 人類 與神秘學家的後裔 你們看 這位武色月 她的配音 就是日語配音 這款遊戲 會依照不同的時代背景 不同的時間地點 更換角色們的配音 不單純只有英文配音 這也可以看出遊戲的用心 除了人類以外 還有超自然者 和喚醒者 就像Apple一樣 有無限電影小姐 人造衛星 飛碟等等 每個角色 都有不同的咒語 和儀式咒語 不得不說 儀式咒語動畫 每個都很帥 我特別喜歡百夫長 和星巴別塔的儀式動畫 太帥了吧 把人踹進大海放生 還有放狗咬人 真的很過癮耶 很多大招 都很有感覺呢 了解了角色之後 接著 讓我們來轉動紡織機 抽卡吧 新創角色 有30抽 必定獲得6星的角色福利 來看看 我們能不能抽到 大家的老婆 星T 好各位 那麼我們現在 來到了大家最期待的 抽卡環節啦 那目標呢 一定是6星的星T 大家的老婆星T 馬上來開始抽吧 先從10抽開始 我真的覺得他這個抽卡動畫做得非常棒 轉動 紡織機 金色的嗎 有兩個金色的耶 我們來看一下是什麼 兩張金卡 兩張五星的角色 再來 紫色的 可惜 第20抽沒抽到 沒關係 再抽 抽到有為止 好不好 有了有了 這光很強喔 這光很強喔 有了有了有了 它這個6星的特效會特別不一樣喔 來看一下是哪一張 六星卡 草屬性的 有沒有仔細聽 是粵語耶 這隻角色 檸檬的是啊 它是粵語配音的 就像我剛剛介紹的 有日文配音的角色一樣 根據角色來自不同的地點 會有不同的配音 這也是這個遊戲啊 用心的地方啊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再抽一隻 好不好 我們再抽一隻六星 這個強光每次一出來 就很像回頭 可惜只抽到五星 沒關係 我相信等一下還有機會的 五星也很好 好不好 其實五星角色也很棒啦 好不好 但是我更想要的是六星 又來 又來了 第二隻六星 我們來看看是誰 好不好 哦 跟各位說一下 這隻角色非常強啊 如果你的首抽是抽到它的話 那你這遊戲是可以開局啦 好啦 抽卡環節到這裡 大家有沒有發現其實 六星還蠻好出的 我覺得 覺得六星還蠻好出的喔 就敬待各位自己加入遊戲來抽抽看啦 好啦 角色抽完啦 最後 來跟大家聊聊 我對重返未來1999的體驗感想吧 在這個充滿眾多以異世界為主題的遊戲年代 這款遊戲可以說是清流啊 世界觀的刻畫 對於每個時代背景的考據 都能夠看出滿滿的細節 角色的背景故事也會讓你 在遊玩的體驗上更深入其境 大家可以發現喔 大部分的故事劇情 都圍繞著主角 維爾丁 這也是現代手遊 非常難得的一件事情 重返未來1999 是以主角維爾丁的主事點 來帶我們玩家進入故事的 遊玩的過程 我們會感覺 像在看一部非常棒的科幻電影 不停的想了解後續故事發展 優秀的劇情 極具電影感的美術風格 還有懸疑夢幻的背景音樂 天啊 那種情境感 真的不是可以用言語形容的啊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 第一章第八節 胡濟生登場的那一幕 在眾多魔鈴的追趕下 一隻高跟鞋 掉在了維爾丁的手中 能將高跟鞋傳給我嗎? 哇 這什麼邂逅啊 這段劇情真的很可惜 沒辦法把鞋子拿起來紋一口 不是啊 我是說 風景美術動畫 氣氛通通到位 遊玩重返未來1999 真的是一大享受啊 胡濟生登場的這一幕 真的直接讓我愛上這款遊戲了 如果各位 對今天的影片感興趣 真的要來體驗看看喔 那麼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啦 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 或來我的粉絲專頁按讚 想贊助本頻道的話 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或給我一個超級感謝喔 年度最期待的二次元手遊 重返未來1999 開放預約啦 完美口碑劇情 配上全英文配音 搭上復古英倫風格的畫時代新美學 帶來絕對不能錯過的電影集作品 立即預約 就送五星限定角色 馬蒂爾達 暴雨將至 我們一起見證時代 The storm is coming Shawnee issing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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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